大家好,欢迎来到MAT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在线旅游行业的需求分析 我们说用户使用在线旅游的APP 它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可能你会想到很多 但是我这里面已经总结出来了 用户在使用旅行类的这种APP的时候 它的本质其实是为了高效的获取信息 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获取这些信息干什么呢 帮助自己快出做出决策 制定自己的出行计划 那么从这里面就不难看出 其实旅行类的APP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工具 没有人拿旅行类的APP打发时间 没有人拿旅行的APP当成娱乐 那么旅行APP虽然可以很有范儿 很有调调 可以很有小清心 但是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工具类型的产品 它是为了高效的获取信息 高效的帮助用户做出决定 做出计划的一个工具类型的产品 所以说一切APP旅行类的APP 评价它做的好还是做的不好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有没有帮助用户解决这种需求 完成一个工具型产品 应该完成的工作 这唯一条标准来评判一个APP 做的好还是做的不好 好 那么我们再拆解一下 刚才我们也说了 在线旅游整个市场就分成三大模块 机票 酒店 还有度假产品 我们分别从这个三个不同的模块和场景下来看一看 它分别的需求哪些 比如说咱先从机票的角度来看 买机票 买机票呢 可能有三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是 有安排 有具体的日常安排 那么呢 我们需要定到某一个时间段的去的和返程的机票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没有具体的这种日期安排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在一个时间段内买机票就可以 可能会买最便宜的机票 那么第三种人呢 就是对于起飞和降落的时间有明确的要求 比如说 我就必须的要求早上起飞 我不想半夜起飞 我必须想中午到达 在那吃个中午饭 或者晚上到达 我到那能够睡觉 我不想凌晨飞 通过这三种场景 我们总结起来就会看到 在用户购买机票的时候 它的需求就是 方便的定到具体的日期的票 还有返程的票 并且呢 能够低价的定票 或者呢可以方便的筛选起飞降落的时间 那么这个就是用户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一些具体的需求 具体的时间 起飞降落 具体的时间 还有低价 这就是买机票的一些需求 我们再来看订酒店 那么订酒店的一些场景呢 也是分成三种 一种呢就是有明确的目标的酒店 比如说我就想去住快捷 甚至呢就想住快捷里面的七天 或者我就想住一个豪华的五星级的 国际大酒店 这都是有明确的目标的酒店 第二个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它需要在某一个地区范围之内 选择自己要求的酒店 比如说我就想去北京 朝阳区 望京地区附近的酒店 有明确的这种地域范围 这个时候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范围之内 有的用户会选择品质高一些的 比如说四星级以上的 那么有些用户呢 会注重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比较实惠的 比如经济性的酒店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要求真的没太多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找便宜的 或者是找交通方便的 那么以上这些场景 我们归结起来 在于定酒店的时候的需求就是 可以精准的查找特定的酒店 还有就是可以方便查找周边的酒店 还有就是能够对价格呀 酒店档次呀 种类呀 有能高效筛选的这种功能 我们下面再来看度假的这种产品 它的一些主要的需求产品 那么度假产品主要分为两大来 一个就是景点门票 还有就是旅行团 那么这种呢 也分三种 第一个呢 就是已经规划好行程了 只需要去买门票 第二个就是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面 这时候他需要看一些景点的推荐 然后呢 选择自助 或者是跟团 那么第三个就是 知道自己想去哪 只需要找到符合自己兴趣的一些旅游景点 比如说想走历史文化线的 想走文艺点的 那么这些都是他特定的口味的 那么综合以上的场景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那么用户呢 在购买度假产品的时候 他的需求就是能够买到指定的景点门票 并且呢 有景点推荐 可以选择耕团 最后呢 就是景点的个性化的推荐 基本上就是这些需求 那么下面我们来猜看一下 在线旅游的这种APP 他的目标用户有谁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用户 第一类用户公司白领 公司白领工作比较忙 那么呢 他会利用闲暇的时间去给自己度个假 休息休息 一般的会利用年假 或者是这种黄金周 那么第二类用户呢 叫做学生 学生呢 可能消费能力没那么强 一般 一般都用家长的 但是呢 学生有充足的时间 闲时 那么可以逃课 可以寒暑假 那么第三类呢 就是一些专注于旅游 户外的一些运动人士 可能他们的时间比较自由 或有这种大段时间去体验人生 体验生活 基本来说就这三类人群 这三类人群 我们在这三类人群 是一个人群的阻力